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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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敬宇原名马上德 河南省雀山县人 年轻时的杨敬宇就信仰马列主义 1928年底 杨敬宇使用张冠一这个化名 先后到信阳 洛阳 开封等地开展地下工作 在此期间 曾三次被捕捕入狱 被营救出役后 杨敬宇被党中央调往东北 对磐石 海龙党组织和游击队进行整顿和领导 长战见杨敬宇一身凛然正气 说话铿锵有力 并非等闲之辈 便道出原委 长战队原为磐石地区一带的小谷陆林武装 首领报号长战 长战在磐石工农义勇军的影响下率部抗日 两支队伍合并后 对外取消了磐石工农义勇军的番号 统称长战队 后来根据磐石中心县委的指示 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从长战队伍中脱离出来 开展独立活动 临走时 缴了属于山林队的二十支步枪和二十支手枪 此事令长战大为恼火 正无处发泄 杨静宇听后朗声笑道 他们绞你的枪是他们的不对 如果你能放我走 找到他们 我保证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 归还夺走的枪 长战当即为杨静宇松绑 以礼相待 以酒相交 之前的旧账一笔勾效 长战前后态度的转变 让杨静宇对传说中的陆林好汉有了更深入 直接的了解 因为他日后在南满地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杨静宇找到磐石游击队时 也正是游击队处境最为艰难 对立思想最为混乱的时候 杨静宇先做党员的工作 然后深入部队找战士谈心 了解其思想动向 鼓舞士气 在一次深夜召开的党组会议上 杨静宇指着一盏油灯说 你们看 这盏灯没有碗就藏不住油 光有碗没有油 灯就点不着 咱们磐石游击队是人民的子弟兵 在那里土生土长 没有根据地就像没有了家 为什么要做没有的灯芯呢 杨静宇对形势和前途的深刻分析 获得了所有人的赞同 于是杨静宇开始着手 重建游击队 他下令取消了容易让人误解的陆林番号 公开向所有不打日扣 专与游击队作队的地主武装 汇兵 山林队 发出严重警告 下令枪毙了长期独霸磐石的恶霸余宽 杨静宇此举对居心叵测的汇兵 大牌队 武匪 山林队起到了震慑作用 游击队在磐石境内又重新立住了脚跟 同时杨静宇清洗了混入队内不接受教育的极少数冠匪 批评了在挫折面前失去信心的消极思想 号召共产党员在艰苦的斗争中发挥先锋作用 通过整顿和教育 游击队正式改编为 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 并在1933年初以崭新的阵容 在磐石玻璃核套一带建立起了根据地 这时杨静宇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 关东军司令部和维满军政部的绝密文件中 南满游击队的不断发展令日军十分恐慌 为了消灭这支杨静宇领导的新生抗日武装 日军调集了守备队和伪军连续对游击队进行讨伐 1933年1月至4月间 就对游击队和玻璃核套游击根据地 发动了四次大讨论了 杨静宇的乐观精神战斗激情感染着游击队员 在连续粉碎日北军两次讨伐后 杨静宇带领战士主动出击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 及时补充了两次反讨伐战斗中的消耗 杨静宇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 又粉碎了日军的第三次第四次讨伐 令战士们士气大振 同时沉重打进了日军的战斗意志 不到五个月的时间 南马游击队作战六十余次 击毙日北军百余人 部队由舰队时的不足百人 扩大到二百五十余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31年11月 中共满洲省委派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童长龙到东满任特委书记 组建抗日游击队 先后建立了延吉、汪清、安徒、浑春、河龙等游击队 在东满地区展开反日游击战 照片中的这些风华正貌的年轻人 是1932年一直名气很大的八燕游击队领导成员 后排中间的站立者是这支游击队的创始人张甲舟 在三二年的四五月份这个期间 张甲舟就联系了有七八名东北级大学生 就回到了他家乡 他家乡就是八燕县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以后 张甲舟就联系当地的一些爱国人士 包括知识分子、学校的校长 还有一些爱国青年和农民 就很快就组织成了一个八燕影军 八燕位于哈尔滨东北百余公里的松花江北岸 小西南岭西路 黑嫩平原的东远 1932年春 八燕机的清华大学学生 地下党员张甲舟 联络了同学张清林等人 回乡拉起了一支队伍 并命名为东北工农义勇军江北骑兵独立师 准备同日军作战 但张甲舟没有带兵的经验 所以向哈尔滨的中共满洲省委 汇报请求支援 八燕游击队发展得很快 满洲省委很重视 当赵上志派去当厂门长 然后 打下了八燕县城 所以编程 中国工程空军 这个江北骑兵师 在这张照片里 坐在第一排中间位置 手拿马鞭的小个子年轻人 就是赵上志 1932年 罗登贤委派赵上志 带领共产党员夏上志等人 来到八燕 整顿和领导这支队伍 在北满打开抗日局面 当赵上志和张甲舟见面时 张甲舟说道 独立师汇编了一些陆营队伍 原先是一伙汉匪 军纪涣散 与群众关系很坏 赵上志说 队伍必须改造 不然就不能打仗 两人商量后决定 在队伍内建立秘密党支部 形成新的领导核心 张甲舟任师长 赵上志任参谋长 严格军纪 明确抗日宗旨 以后 由赶拿老百姓一个鸡蛋者 军纪出发 为了迅速打开局面 赵上志向张甲舟建议 攻打敌人防御力量空虚的八燕建成 当年的九月初 赵上志指挥独立师 突然对八燕现成发起攻击 仅此一仗 缴获城内守军全部武装 滨县 滨县位于黑龙江省南部松花江南岸 距哈尔滨市六十公里 八十年前的滨县被老百姓称为滨州县 是日北当局在哈东地区设置的重要据点之一 县城周围设有炮楼 暗宝等公式 各炮台之外都设卡为营 城壕上设有电网 城防设施十分坚固 但这一切的防范措施 并没有动摇赵上志 要攻打这座重镇的决心 1934年5月13日 一千五百余人的义勇军反日联合军游击队 在赵上志的统一指挥下 进入滨州城南门阵地将县城包围 根据工程计划 部队分东南西三路进攻 主力放在攻打南门上 由赵上志亲自指挥 北门留作敌人的逃跑之路 并派一队人马在北门外埋伏起来预备截击 赵上志反复观察研究 觉得此城一手南宫 必须用火炮炸开城门 而义勇军并没有重武器 于是赵上志与众人商议 自己造了一门木制的大炮 这门木炮是用石柳木包着一根粗铁管制成 炮身长约六七尺 外面用铁钩紧紧钩住 炮身架在一辆推车上 随着赵上志一声令下 自制木炮点燃了 木炮在攻城战斗中发挥了巨大威力 城墙被轰破一角 游击队少年连十余名战士冒着危险 在硝烟中顺着木炮轰开的缺口 冲入城内 这一战虽然没有达到占领宾州城的目的 但却极大的震慑了宾州周围的日美军 扩大了游击队的影响 赵上志 木炮打宾州 在诸河一致北满 被传为美坛 1933年1月26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 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 指示信中提出了 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各种反日武装力量 共同抗日 126指示信的到来 恰如甘露 给杨静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 带来新的生机和希望 1933年 在磐石北部山林深处 南满游击队的临时驻地里 一时聚集了导团 赵吕 马团 韩团 长战 三江豪等十多个抗日义勇军山林队的首领 他们都是受杨静宇之邀前来共商抗日大计 杨静宇向参加会议的诸位首领明确表示 只要是抗日的都是兄弟 共产党要与东北一切抗日力量 抗日队伍结成统一战线 生死于共 甘胆相照 1933年7月 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成立 杨静宇任政治委员 通过这种形式 党得以派出党员 团员到义影军各部队去工作 从而在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抗日武装力量 在这次会议的两个月后 也就是1933年9月18日 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正式改编成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 两年前的9月18日 正是东北大帝陷入无尽深渊的开端 两年后的同一天 作为东北三千万民众武装力量的代表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正式成立 独立师成立三天后 便联合了马团天湖等部 灰师西巷 进入东风西安县境内 分别攻打了沙河的街 嘉兴的街 战役捷报频传 令刚刚成立的一军独立师 士气大振 独立师连战连结 声威远阳 附近抗日武装分奔来头 接受独立师的领导 1934年11月7日 在临江县四道沟二刹 召开的中共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 军长兼政治委员杨静允 参谋长朴宗翰 政治部主任宋铁言 1935年2月 因中共上海局遭受破坏 中共满洲省委与中共中央失掉的联系 此后 中共东北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游击运动 便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5日 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 这次会议号召在全世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会议期间 中共代表团正式向共产国际递交了宣言 因斯大林审阅批诸的时间是1935年8月1日 历史上习惯称其为八一宣言 1936年2月10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根据八一宣言 提出了为建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 决定统一全东北抗日军队的名称 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 同年2月20日 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路、周宝忠、谢文东 和汤圆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 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 正式宣布 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同盟军 东北反日联合军及东北反日民众救国军部队 从即日起一律改组建制为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 以及抗日联军游击队 根据这个宣言 在中共东北各省特备领导下 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先后改变为 东北抗日联军共11个军 以后又陆续编为三大陆军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 严重威胁了日本的统治 使日军深感不安 为此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经过周密策划 制定了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的 满洲国治安肃政计划 妄图在三年内达到彻底肃清 再满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部队的目的 1936年10月日军首先对东边道北部九县发动了满军独立大讨伐 调集兵力1.6万人对抗连第一二军及其他抗日军进行残酷的分区讨伐 对人民群众进行法西斯的宣传 号召抗连投降满洲国 号召人民群众顺应满洲国 如果谁违背了这个 就当作反满抗日的分子 进行逮捕 刑讯镇压直至杀害 杨敬宇深知东北抗战局势的严峻 作为一名卓越的军事指挥员和游击战专家 他看得很清楚 虽然几年来他率领伊军取得了许多胜利 但从本质上来讲 伊军的战略回旋余地很小 西面和南面是敌人严密控制的奉天和辽东半岛 北面是唯满洲国的心脏长春 东面是朝鲜 虽有长白山之险 但日军重兵的包围和东北的恶劣气候 使这仅有的优势大打折扣 处在如此包围之中 唯一的办法是去寻找战略上的支持 杨靖宇的想法是 如果红军东征能到达热核作战 他的部队就可以从西南至东北两个方向 对承德、锦州、奉天之敌 形成战略夹击 形成互为击脚之势 那样不但能够获得急需的战略支援 而且整个唯满洲国南部 甚至整个东北战场的局面都会改变 于是在1936年6月28日 第一师主力400多人 从本西和尚帽子一带出发 开始了西征 由于西征部队是不必 机动性十分有限 日军很快就察觉到了伊军的西征意图 跟踪追击 层层包围 西征部队的处境日益艰难 然而令日军没有想到的却是 处于绝境中的抗联战士 竟然在回师途中 在摩天岭给日军设下了埋伏 7月15日中午 当尾追的日军30多人 进入抗联伏击圈的时候 伏击部队突然开火 将包括中队长今天在内的日军 全部歼灭 虽然摩天岭一战取得了胜利 但西征队伍也遭到了损失 使参谋长李敏焕不幸牺牲 摩天岭战役后 部队一路上 与日伪军数次作战 战事大量牺牲 加之部队长途行军劳累过度 于是第一师各部 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 相继返回本溪县游击区 1936年11月 杨静宇认真总结了第一次西征的经验教训 决定把第一军第三师部队改编为骑兵 趁日伪军不备 迅速突击到铁岭 法库一带 在冬季 利用辽和风洞之际冲到热河 从而尽快找到关内的党中央和红军队伍 这一计划使抗连战士们上下一片欢呼 负责全师训练工作的杨俊恒参谋长 披心戴跃地为部队挑选良居 因为部队里大多数战士都不会骑马 训练骑术又成了出兵前的一件大事 杨俊恒整天在马背上下翻滚 一遍又一遍地给战士们做着示范 1936年11月下军的一天 四百多名抗连战士跃上了战马 冒着凛冽的寒风 挥尸西征 为了隐蔽行踪 部队白天休息 夜间行军 但仍被日军发现了踪迹 日军发动一千多人紧随抗连部队穷追不舍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 抗连部队与追击的日军进行了几轮较量 历经一个月的艰苦奋战 抗连第三师西征部队终于冲破了敌人的封锁 途经兴 清元铁岭跨越南满铁路北段 抵达了辽河东岸 胜利就在眼前 然而 这年冬季气候反常 气温偏高 十二月下旬的深冬 辽河不但没有结冰 反而河水暴涨 水面增宽 奔流不止 同时各渡口也早有日军严密把守 渡船都被日军控制了起来 天不遂人怨 年轻的战士倒在马背上放声大哭 年长的战士则望着滚滚辽河水 默默不语 不得已之下 西征部队返回清元 兴京和西风抗日游击区 第二次西征 再次失败 1936年7月16日 日本关农军根据三年速证计划 下达了第1063号命令 规定了第二期速证计划要领 把松花江两岸地区的伟宾州三江两省作为第二期速证的重点 并将日军第九师团临时加强到这一地区 大批日伟军开始包围游击区 从铁路沿线向游击区修建警备道路 架设警备电话线 日伟当局强迫龟屯并户 建立集团部落 制造无人区 烧毁散居民房 造成大批群众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 以此割断抗连部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在这种形式下 抗连第三军为了冲破日伟军的包围和封锁 决定开辟新的根据地 最好的办法是向日北统治环节薄弱的缝隙地区突进 于是决定以照尚致指挥的抗连第三军主力 第123569师 向铁丽海伦地区进行吸征 开辟以海伦铁丽为中心的抗日游击区域 那时候冬天三四十度四五十度 零下这个温度 那是非常 我们现在是难以想象 冬天是这样 夏天的那就是蚊子 小有藏颖 那你是非常难受的人 在那个原始森林 那时候那个森林不像现在呀 那是非常莫名的原始森林 在那里头走路 几乎是气都透不过来 他们就在这样环境 环境之下 经过四个 这个大半年时间 就八九个月的时间 把这个部队 基本上拉到西边去了 西征胜利后 赵商智在部署了进一步工作后 由率军部少年连和第六师 共两百多人组成了队伍 不顾刺骨的严寒 继续向北远征 敌人不止重兵 对远征部队进行追击 大雪齐西 在历尽艰难之后 第三军的战士们 抵达了黑龙江省黑风口原始森林 山里的泉水由于地势不平 形成了一趟趟的冰层 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冰烫子 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赵商智 敏锐地觉察到 这将是一个天然的战场 如果在这里进行一场伏击战 必将尖敌不少 第三天傍晚 足有八百多名日美军进入了沟底 赵商智在坡顶 看到日军已经全部进沟 立即下令射击 刹那间山谷两侧枪声震耳 淡雨纷飞 日军见中了埋伏 便向坡顶冲来 哪知道脚下却是湿滑的兵力 冲上来又滑下去 根本站不住脚 几百号人成了战士们的火把子 被压制在沟底 东北冬季的夜晚 气温骤然下降 日美军的枪栓被冻住 受伤的日军被冻在兵面上 一夜之间冻死了数十人 而抗连战士手中的枪也被冻住 但赵商智早有准备 在林中燃起火堆 让战士们轮换着烤火 战斗整整打了一夜 直到天亮 战士们的子弹基本打光了 才让一部分日军侥幸从沟口突围出去 这场战斗击毙击伤日军达三百余人 整个沟底到处是洞江的日美军尸体 和丢弃的武器 而赵商智的部队也牺牲了七名战士 冰烫子战斗 是东北抗日联军与日美军作战中取得的重大胜利之一 日军对这次战败痛心疾首 关东军司令直填千级发下誓愿 一定要消灭赵商智 这次战役结束后 在北满清华日军中流传出了这样的一句话 小小的满洲国 大大的赵商智 自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成立以来 各军在辽极黑广阔地域展开了大规模游击活动 掀起了抗日斗争新的高潮 殲灭了大量日美军 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殖民统治 在评价东北抗日联军历史地位和作用时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有过这样的评价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 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 1931年9月18日 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 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 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但是东三省的人民 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 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 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 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 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 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 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 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未经许多困难挫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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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